我是养和医院老神经科中心处任 蔡特康医生 中风过去这几年其实有很多新的发展 有很多有效的治疗方法 可以将中风对老的损害减到最低 如果大家一旦出现了急性中风 症状包括说话说得不好 可以很脱咳或者很虐狸 一边手脚无力 或者笑起上来的臉弹在一边 这些症状都是急性中风常见的症状 一旦出现症状就要斑救兵 即是要立即去医院接受评估接受治疗 刚才说新的治疗方法可以减少对老的损害 可以对将来功能上的复原有很大的帮助 可以说头几个钟头如果你可以接受到适当的治疗 适当的评估 有机会改变你以后一生的命运 可以由你需要坐轮椅 到可以走得走得 到继续你的工作 继续你的日常生活 分别是可以很大的 所以在这再次呼吁大家 万一一定出现急性中风 就不要等了 是立即应该去医院接受的评估 我在这里想说一个口诀 谈笑容兵 谈就是说话说得不好 笑就是笑起上来 臉弹在一边 用就是一边手脚无力 用不到或者很麻痹 这样的情况下 就要立即扳救兵 不要再等了